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新亮点 说到台湾的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是原住民的文化了 但这历史的传承迫于生计 而渐渐的没落 近年来更是流于表面上的唱歌 跳舞娱乐大众的可把印象中 年轻的原民们为了要生计 被迫要离乡背景外出打拼 而部落里面面对后继无人 而这个文化会渐渐的没落凋零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台湾原住民族学院处境会 就是简称原初会的秘书长金慧文 金秘书长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慧文 还有河浦农学市集的召集人陈梦凯 陈大哥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你们离林节目和我们聊聊 原住民朋友要如何能够跟流部落 秘书长原初会这个名词对我们一般大众还是很陌生 那您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协会的创立的源起 跟能提供原住民的朋友什么样的帮助吗 其实原初会的成立 原初会的全名叫台湾原住民族学院处境会 成立的契机是在921地震 也就是大概在15年前 因为地震的关系有一些在 包括苗栗台中南投的一些原住民工作者 觉得应该要创立一个跨部落的平台式的组织 所以我们才集结起来决定成立一个这样的团体 那这个团体当初成立的时候的想法 其实比较是希望能够协助部落 推动一些部落文化传承跟教育的工作 所以我们叫学院处境会 我们当时的目的是希望让每一个族群 因为台湾现在有16个原住民的族群被承认的 那在这16个族群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每一个族群都成立自己的部落大学 能够有自己的教育体制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处境会的成立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小农市集 虽然是规模小 但是可以做到很小而美 像是像原住民朋友 他也会在河浦农学市集这边 把一些他们的手作品 或者是说农产品的部分 那原处会是怎么跟河浦农学市集相遇 然后进而成为伙伴的 秘书长您这边 其实我们就是成立了没多久 就大概三年后 我们就发现部落有一些产业发展上的需求 因为他们种了一些很优质的东西 可是不知道要卖给谁 所以我们就开始帮这些农民找一些出路 那在找出路的过程里面呢 刚好那个时候河浦农学市集成立 那我们就觉得也许这是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 怎么去资本主义市场里面去找这样的通路 所以那时候在一个很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状况下 我们就认识了河浦 那认识了河浦之后呢 后来经过就是孟海他们来产地看 然后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只是 纯粹想帮部落的优质农产品 找到一个通路 所以我们就通过他们 就是他们来看过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就从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2005年的 应该2006年左右的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次进到河浦里面去做展售 那时候我们的产品很简单 我们只有卖葡萄 我们那时候帮南投信义乡的 风秋部落卖葡萄 所以我们带去的东西就只有 就是一箱一箱的葡萄在那边做销售 那时候葡萄的销售好吗 其实还蛮不错的 因为以我们刚刚开始也不会卖东西 然后葡萄的品质算还蛮不错 然后东西又不是很多 那我们觉得能够到那边 每一次带去的都可以 几乎就是到市集结束之前 就可以把它全部卖光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段 和浦农学市集和原初会的VCR 来自于仁爱乡五届部落 其实原住民在台湾 在很久以前 大概都是过着游耕游牧的生活 那些的土地是 只能说 我现在目前拥有多少土地 就是那些土地了 所以呢 有机跟友善的耕作方法 其实是可以让自己的土地 去达到永续经营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也可以用有机 友善这种方法呢 让部落里面的年轻人 可以多回到部落里面去 这边跟一般的市集很不一样 感觉起来 这边很像一个大家庭这样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 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 不管是食材或者是用品 这边都有 手作然后色彩很鲜艳 然后所以会很鲜明 很容易吸引别人 比较更 可是它颜色又不是那种 太亮 而且它是靠那种鲜艳的 很纯粹的鲜艳颜色去表现的那种感觉 我从第一次来之后 我就开始推荐给我很多亲朋好友 跟同事们 都会邀请他们在和蒲市集开市的时候 来这边逛一逛走一走 我们知道从刚刚的影片这边看来 其实圆明朋友的一些手作 或者是农产品 在市集里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那和蒲其实也是提供这些小农们 一个平台去做销售 就像是让消费者跟生产者 两个可以面对面的互相交流 那陈大哥需要加入 想要加入和蒲这个 他有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做筛选吗 我觉得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产品的层面 那我们比较 我觉得和蒲一个 花一定的比例是在人的层面 那产品的层面大概就两种 一个是你是不是有国家的有机的认证 那如果有国家有机的认证 那就请你提供相关的有机认证的这些材料 那如果你没有国家的有机认证 那我们自己就会过去做这些类似的认证 比如说土壤水 还有你的耕作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基本的部分 对我们来讲 一样重要 或许甚至更重要 就是除了认证 更重要是认人 那认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推广了一个社群协力农业 希望的就是首先这个市集是靠所有来市集的小农 包含援助会 大家一起把这个市集做起来的 所以我今天来不是只是我来卖 好吗 滑得来我就来 滑不来我就走 那是一个很单纯的 我进来我要多少的佣金什么什么的 我们不是用这种关系 我们是希望像以前的农村时代 甚至是部落的那种互助互惠的精神 那我们知道绿农是有善大地的耕作嘛 所以好像也都需要做一些产地拜访嘛 那产地拜访的用意是为什么 秘书长这边 产地拜访其实就是像刚刚孟凯讲的 它就是一个互相认识跟确认的过程 因为我们 我觉得这不是对人的信不信任的问题 而是我们到那个地方 去了解当地的生生态环境生产的模式 然后再跟这个农民有一些讨论 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彼此的理念 或者是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一致 那一旦一致后面合作起来 不管他是来参加市集 或者是加入我们在做的这些产业行销工作 就会比较顺利 而不会发生好像我们是那个通路商 然后他是卖东西给我们的人 而是我们彼此先交朋友 然后了解他的状况 我们就更可以知道他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那能不能够加入我们 就不是单纯的买跟卖的关系就对了 那像做产地拜访 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是 其实因为这么多年了 我先讲一些我印象很深刻 都是那一种还是菜鸟的时候 所以菜鸟就是说对农业的接触 我觉得举个例子 有一次到一个农友那边 然后坦白讲对青椒印象都不太好 就觉得青椒其实是有点刺 有点味道很重 然后农友就拔下来说给你吃 我说生的青椒 他说像水果一样 我说真的还假的 可是又不好意思擦一擦就吃 用自然的方式跟做的青椒 真的像水果一样 这个是第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因为我以前对青椒的刻板印象就是 那哪能当水果吃 那连炒在一起来吃 我都还要 你要炒得到一定的程度我才愿意吃 我觉得一开始都参与 例如凤梨 举个例子凤梨 爱吃凤梨 可是又爱又怕 为什么 常常掛到嘴 掛到嘴很难 里面 可是吃了有机的凤梨很少 我真的不记得我吃有机凤梨 有没有 因为没有绝对的 我不敢说有没有掛桂嘴 可是我吃有机的凤梨 真的没有印象 真的可以吃到很开心 然后就不用太担心掛嘴 后来我去问人家 当然我觉得成长的过程 比较不会有很多抽稀 但我没有去很科学的研究它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像这些 刚刚讲的优质的产品 所谓的优质 有时候有机会去接触 像水果一样的青椒 每挂槌的凤梨 理论上 都是以前在都市里面 觉得是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到了乡村却是那么的自然 其实还有其他的 我觉得也可以让慧文 那面秀长您这边呢 我跟成立办法经验更神奇了 因为我可能比梦海更早一点是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下厨的 我不会煮饭 然后我也不会认菜 我常常出去演讲的时候 我都会开玩笑说 我大概只认得高丽菜 只要一堆绿色的菜在我面前 我分不清楚什么是罗曼 什么是福山 所以常常我们去做产地拜访的时候 我们站在那边看 其实一直要告诉自己说 我们要装得很专业 可是其实只要你大概 一开始问问题 那个农友就知道你到底懂不懂 所以我们后来也学会说 不要去假装自己是专业 我们就是去跟农民学习 所以我们的产地拜访到后来 变得比较是跟农民学习 甚至是跟 因为我们也跟着那个验证的饥和园 去看他们怎么做验证 所以我们也跟饥和园学习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像孟海讲 我们到田里面 其实就是比如说玉米 或者是任何的蔬菜 就是拿起来就直接吃 然后在那个吃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更感受到农民在耕作他这一区田 他的用心 他敢这样让你吃就表示 他对他的东西是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农民在 他处理他那块田的那一种 对环境的处理方式 或者是说他怎么去保护 他的那个环境的模式 我觉得我们在产地拜访 与其说是我们去看他们怎么做 不如说我们就是去跟他们学习 他们怎么跟自然互动 所以那您第一次就是踩到那个土地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其实会觉得有很神奇的感觉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我们从开始穿着皮鞋 就是穿着皮鞋去布鞋去 然后到现在知道只要下田 就要带着雨鞋去 甚至就是说直接就跟农民直接下田 像我们也跟着去插秧啊 什么这些事情 其实就会感觉到 你跟土地越来越接近 虽然我还是不会煮饭 可是我觉得我跟土地的关系 就是已经透过跟这些农民的合作 我们已经越来越跟他接近 那像你们产地拜访的部分 会走访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原民部落那边吗 当然啊 因为我的农民全部都在部落里面 那那边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特殊 像看到他们的手工艺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真的色彩都很鲜明很赞 对 不过现在通常在原住民部落里面 从事手工艺跟种田 它不见得是同一群人在做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区隔 那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是 我们曾经到过 就是在花莲有一个部落 它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电的部落 就叫黑暗部落 那个地方就是盛产金针 其实它就是在六十淡山的后山而已 那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我第一次到那个 他们所营造的那个金针的产区的时候 我其实还蛮感动的是 有一群 其实那个没有电 当然现在因为这个事情披露之后 其实台电就是急急忙忙的想要把电线杆插上去 但是这个部落拒绝了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想维持当地的环境的永续 所以他们认为说 他们要保护那个地方 不要被太多的游客进入 游客要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做产地体验 必须要坐他们的车 必须要由他们来接待 所以他们就拒绝台电把那个电线杆插上去 然后在现场我们在那边 他晚上也有一些可以去 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公寮可以住 然后你住在那里就是点煤油灯 然后就是去感受那个晚上没有电 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所有的3C产品都没有用 因为也没有电可以给你查 然后也没有讯号 那你在那边就是纯粹地享受一个很完整的美丽的夜晚 然后你跟你的朋友可以在没有FB 没有Line干扰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好好的聊天 好好的去体会那个在山上生活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台湾现在很难很难找到的地方 那像您走访了这么多的原民部落的部分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原民的文化传承 其实已经开始有断轨的部分了 其实这一直以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为就像您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 年轻人出走 年轻人出去外面找工作 去外面工作离开家里 然后部落里面就是剩下老的跟小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文化要传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再加上读书求学人一定会出去 然后再加上说又没有部落 其实就算年轻人想回来 部落也没有产业没有生计 所以他回来他也没有办法存 其实部落状况是这样 也不是说回来就一定会饿死 在部落生活 你就算没有工作你也不会饿死 因为家里旁边就有田 自己工作自己就可以吃 可是小孩子要教育 老人家要看医生 这些在在都需要用钱来交换 所以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收入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如果要让年轻人回来 你必须要让他找到他可以安生立命的方式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去发展这种 因为部落本来就是一个以农为主的一个生活模式 如果可以让他透过农作获得生计 可是这个生计不是要赚大钱 而是说让自己可以温饱 能够让小孩受教育 能够让老人家得到照顾 那其实现在非常多的原住民年轻人 是非常想回部落的 就是如果说想要维持原民文化这个传承 其实生计是个很重大的事情 那像要维持部落的收入 我据说原处会有成立了一个部落 Ego 这个产销的平台 它的作用是 我们就是帮部落的农民找通路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以前我们在做开始卖葡萄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 如果每一个部落 他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行销 去找通路 那每一个部落至少都要养一个专职 就是要专门去搞什么网路行销 去摆摊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想说如果每个部落 这是非常困难 而且其实不太容易达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有能力 我们就来做一个行销平台 把部落产品集中在这个地方 消费者透过认识这个平台去认识部落 那部落不用 部落的农民并不用马上自己要去想行销事情 他专心的做农 我们专心的帮他做行销 用这种分工的方式 就是一方面农民是原住民嘛 然后我们的行销平台里面 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也是原住民 甚至有一些是在台北的都会区的原住民 那原乡跟都会的连结 透过这个平台连结在一起 我们觉得他是有机会 现在他其实就是一个原住民另类的 产业的一个形态 那像刚刚陈大哥您有提到 就是透过政府的认证一些认证的机构 像政府现在在推产销的履历制度嘛 它的本意其实是好的 但是因为制度不健全 然后验证费也很高 所以现在就是一直会打击到 这些有机的小农们 那据说现在有一个叫做 PGS的参与式认证 什么是参与式认证 然后它跟现行的认证制度差别在哪里 其实所谓的现行的认证制度就是 有一个叫第三方 所谓的意思说你是消费者 那我是生产者 我们找一个所谓的第三方 或是叫公正的第三方 或是国家 他来订定所有的游戏规则 然后有人来独立于你我两方 来做这些所有的查核 订定规矩 我们两个对于规矩 是没有任何的发言权的 包含种的人或是买的人 都没有发言权 然后来 然后他说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的 可是对于台湾 尤其是台湾这么小 也不是那么大 然后彼此之间的见面关系是容易的 我们是需要去 需要这么小的地方 需要骑那么大的车 或是开那么大的车吗 不是说那不好 而是我们也需要一个适合 也让台湾这种短距离 也可以运作起来的 那就是所谓的参与式认证 参与认证代表的意思是 农民跟农民之间可以自己讨论 我们订定我们觉得 什么样是适合 假设我今天是在一个南头的山区 跟在屏洞的山区 可能海拔也不一样 可能温度也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有 或是我们传统的方式的 一种耕作的方式 我们彼此讨论 建立起来 然后从此消费者一起来参与 所以所谓的参与式认证就是 不是用第三方独立的单位 历史长你觉得 这个PGS的部分 对农民朋友有所注意吗 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就像刚刚孟海提到的 台湾的验证 就是一般的有机验证是第三方 就是由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 来决定你是有机 还是不是有机 但是PGS强调的一件事情 是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 也就是说今天 我们这个保障系统 就是说这个PGS的概念 是希望农民可以透过这个验证的过程 能够做一些知识的交换 就是今天 这个饥合园 跑到你的田里面来看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给你打圈跟打叉 打钩或打叉 而是他告诉你的是 假设你现在这一区田里面 出现病虫害 出现一些种植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他除了去确认你 有没有违规用 不该用的东西之外 他还告诉你说 你可以怎么做 会比较好 可以改善你这个地方的状况 那这就有点像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重点是 其实台湾的验证的规模 的状态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一年查验一次 然后他都是用所谓的客观数据去证明 你的产品没有农药残留 所以他叫做有机 可是参与试验证强调的是 农民之间彼此的集合 也就是说 农民其实只要到田里面去看 他就懂 他就看得懂你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在操作 而且呢我们采取的方式是 我们是用那个农民彼此之间就是 因为他就在隔壁田区 所以他每天走路都会经过 那农民去他根本也不用刻意的跟你 约时间我去现场集合 他基本上只要就是走过去看到 如果有什么问题 马上就可以去劝他或者是说 去协助他做一些改善 我觉得这个知识的交流跟农民的赔利是 参与试验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因为有农民彼此之间的一种 赔利跟组织的工作 我们就不用担心农民会在中间 做了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你旁边 就像你以前我们农村时代的时候 你会去买隔壁家的菜 因为你看到他每天是怎么种那个菜 可是在现代社会的消在现代社会里面 消费者不可能常常去填区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保障系统 是消费者也可以参与的 所以就像刚刚孟凯讲的 我们可以透过产地体验 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种模式 让消费甚至我们现在 已经开始在尝试用数位的方式 由农民直接记录他的生产过程 然后上传到网站上 让消费者随时随地看到那棵果树 什么时候开始做了什么施肥 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因为看到这个很详实的记录 他相信了 总比去买 就是总比只是做标章 只是看贴纸来的更有意义 那秘书长您可以和我们聊聊 目前原初会提供了哪一些的作为 或者是活动来协助原住民朋友们 他们可以尽量地跟流部落 其实我们就是成立了一个 部落一够的平台 在我们大概工作上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跟 因为原民就是中央的原住民主委员会 有委托有发展了一些部落发展的计划 然后他也委托我们担任这样的辅导单位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些政府的专案 希望鼓励年轻人回到部落去协助 做一些部落营造或发展的工作 那在营造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接触到产业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维系一个共同产销平台 希望部落当他发展到产业的时候 他需要行销通路就可以先到 就是部落以后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协助 那因为这样协助之后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希望这个产业不是只有部落一够面对个别的部落 我们希望部落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协力或区域整合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大概几个地方 包括花莲、屏东、阿里山、南投、新竹这几个地方 我们逐渐的成立了一个一个像农民协同组合的方式 就是把农民集合起来 然后呢透过每个月的会议跟教育训练 慢慢提升他们的能力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这个区域大概可以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那透过这每个地区的区域特色的发展 也让部落一够开始呈现出一个多元的面貌 我们有阿美族、有排湾族、有泰雅族 他们开始有不同的特色产品出现 那因为这些特色产品也让整个部落一够的原住民风貌越来越明显 那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我们跟部落吸手合作 所以如果部落东西越完整、产得越好 部落一够其实也可以赚钱 那部落一够做得越好 部落其实也可以赚钱 我们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年轻人看到 回到部落去从事农业 或者回到部落去做营造工作 他是有机会的 那因为后面一直有一群人 我们一直把原初会当作是一个部落发展的后盾 就是你愿意回来 你要写计划书 你希望争取资源 你需要行销 你需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这样的资讯 让你知道你从哪里找到这些资源 我觉得这样子对年轻人来说 他是会有意愿 然后也会觉得比较安心的回到那里 他不是孤军奋战 这是我们当初成立这个平台 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那我们知道原初会这个协会 就是让原民朋友可以留在故乡打拼 然后保留最重要的文化资产 今天谢谢金小姐还有陈大哥 来到我们节目 让我们了解原初会这个协会成立的原有 还有让绿色小农友善大地的理念 今天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台湾新浪点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